刮拉冷月的几个住宅区因为出现了感染区 那今天凌晨被军警封锁 但是国防部高级部长拿多斯里伊兹麦沙比里就指出 刮拉冷月花园住宅区只是落实半强化行动管制令 那居民还是可以正常外出 只是进出都必须要接受检测 根据网络流传的画面显示 大批军警人员今天凌晨拉队以铁吉利封锁 刮拉冷月慕尼花园大约4.3公里的范围 不过防长强调相关地区并非实施强化管制令 涉及的居民依旧可以出入封锁范围 国内在有一个地方因为出现冠病感染群 遭军警人员以铁吉利封锁 根据网上流传的画面 军警人员今天凌晨大约1点 摸黑道刮拉冷月的冷月慕尼花园安装铁吉利 据了解被封锁的花园内有多个外劳宿舍 针对政府毫无宣布下 就在冷月慕尼花园实施强化管制令 国防部高级部长 纳豆斯里伊斯曼·沙比里今天指出 刮拉冷月花园住宅区 只是落实办强化行动管制令 这意味着居民还是可以正常出入 只是必须进行检测 在PKP di Pentadbiran kita memagar juga kawasan tersebut memagar juga dengan kawat berduri tetapi ada keluar masuk ada keluar masuk iaitu penduduk di dalam kawasan tersebut boleh keluar tetapi dengan pemeriksaan kesihatan dan sebagainya sewaktu mereka nak keluar dan masuk tetapi dari segi saringan kesihatan buat swab test dan sebagainya sama saja dilakukan kepada semua penduduk yang berada di dalam kawasan yang di lockdown tersebut 值得一提的是 刮冷县卫生署 也呼吁住在封锁区的所有居民 必须从今天起到星期五 到指定的帐篷 进行冠病筛检 以阻隔病毒 卫生部是在5月29号宣布 刮冷出现新的感染群 20名居住在相关区域的 外劳清洁员工 被确诊感染冠病 另一方面 尽管目前正值 有条件行管令 但房长强调 对穆斯林 可以注册结婚 条件是 包括一对新人在内 一是只限 四个人出席 随着政府已经同意 隐世纪广告业 可在6月10号复工 房长指出 当局并没有强制规定 所有参与拍摄的人员 必须进行冠病检测 但他欢迎任何人主动去做检测 至于涉及拍摄工作的化妆师 房长强调 必须遵守特定的SOP 包括在为他人化妆时 必须穿戴防护面罩 NTV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